温热的夏季,就想吃一些清爽的东西,那就做椰枝芋圆吧! 做芋圆的芋头一定要是软糯的利谱芋头,提前在网上买好。 红薯和紫薯在菜市场就可以买到。 做法很简单,但是很需要耐心。 将这三种食材分别蒸熟后,加入木薯粉揉均匀,砍成长条状后再切成小个儿。 如果太干,就加一点点水,如果不成形,就再加一些木薯粉。 我很喜欢做菜的过程,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注的时光。 手在动的时候,脑袋可以不想任何事情,非常的放松。 终于可以抛下工作中的压力和紧张感,也不被手机或电脑所影响。 不用一直被塞入各种资讯。 这是很纯粹的时光。 所以快快预言做出来十分的可爱。 有黄色的、紫色的和白色的。 放在开水里煮熟后,立刻放进冷水里,这样预言才会QQ打。 然后再加入冰镇的椰子中,配上之前煮好的留下来的大块芋头。 这样就做好啦。 下个周末的下午茶,就这么开始啦。 下个周末的一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